台北的投資朋友 歡迎收看台北的達人秀 老美投資一集變達人 我是尤婷浩 歡迎今天我們的雨潭來賓 王兆麗黃老師來在我們現場 大家好 我們看到最近台北股市 所以在國慶日之後 因為少了兩天的交易日 所以在我們錄影時間 一次跌回來 我們看到在過去兩天交易日 廢半跌了快10% 台積電也跌了快9% 所以今天開盤壓力十分重 開盤直接中跌500點 但是我們可以觀察的一件事情 是不管是從短期的乖離 或者從積極指標 短期內的沙聲隆隆 其實已經暗示著 感覺乖離有點拉得稍微大了 隨時都有可能 會有空單回補的行情 那我們暫且不論牛市什麼時候回來 可能時間還很遠 但是短期的乖離 殺得是不是過重了 這是我們今天探討的第一個要務 再來我們也從國際層面的角度 來做一些思考 美元指數都已經在這麼高位的區間 但近期 雲油價格似乎又有一點 救起富然的感覺 可能跟OPEC目前的減產協議 是有相關的關係的 但最終最終 我們不得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 聯準會這一波緊縮到底要多久 什麼時候才可以把未來的利空 給釋放完 而緊接而來的 不管是台積電在本週市的財報公布 法說會 排包括美國第三屆的財報 也即興要進行釋出 到底是好的財報 引來的是股市的反彈 還是壞財報才有利於股市反彈呢 現在在空投市場當中 到底要什麼樣的消息 才有利於股市能夠加速趕底呢 現在的跌勢 是不是已經來到接近末階段呢 今天請趙毅老師來跟各位做一些分析了 我們先從宏觀角度來做觀察 台北股市跌到現在這樣的點位 你要找支撐啊 找不太到 但是你要找到賣壓 找得到一堆 我們要怎麼觀察台北股市 近期的下壓幅度 是可以趁勢 狙擊 做空 還是說短期內 歸離有點拉大了 對 沒錯 我先講結論 其實我認為這個地方來講 就短線長而言 應該是比較屬於末跌段的一個現象啦 等一下再來跟大家講 所以目前來講 我覺得 你要在今天的點位再下去做空 我個人覺得你的風險相對上來講 會稍微大一點點 那你假如真的一定要做空 那你至少控制到你的持股比重 你不要all in 這個地方千萬不要all in去放空 雖然盤子不是太好 那另外一個來講的話 我們先從宏冠的角度來跟大家進行說明 其實第一個所提到的就是央行干預的態度 那這部分來講呢 其實大家應該都知道 美元指數其實現在變成了所謂避險的一個工具 所以它這一波的高點是在114.7 那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距離114.7 它是有一小段的一個距離 它最近來講 它反而是有拉回的部分 那公債職業的部分 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察 這一波大概是 那目前大概也接近是 所以公債職業來看的話 似乎相對上來講 是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它距離前波的高點近在咫尺 那不過 我覺得還是要關心美元的一個態度 等一下跟大家講 央行另外的一個部分 各大央行的部分 它的心態到底是如何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為什麼這一波會跌那麼重 其實9月份跌那麼重 最主要的一個因素 你可以看到 你比如說像美元指數 它創下了真的20年的新高 你說這個恐怖恐怖 歐元它也是20年新低 英鎊它是創下歷史新低 就是英國 央行在沒有干預之前 其實英鎊它是創下歷史新低 最近的英鎊稍微有反彈 有升值的一個情形 台幣算還好的 5年新低 那韓緩的部分 08年美國的金融海嘯 已經接近了 你說這不恐怖嗎 日元的部分來講 是亞洲金融海嘯的 相對的一個接近高點的一個位置 另外的人民幣的部分在之前也是呈現大幅貶值的一個現象 從這些的角度來看 你從匯率來看好的 你就會擔心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全球的金融危機 因為往往美元急速強生的時候 其他國標的貨幣大幅貶值 不是小幅貶值 是大幅貶值 大家第一個關心到的就是會不會金融危機 所以這會產生大家信心的動搖 第二個來講就是這些國家的一個貨幣貶值 你比如說像大陸的貨幣貶值好了 大家肯定會認為大陸的經濟完蛋了 英國英鎊貶值 大家也覺得英國也完了 對不對 就是說從這樣的角度來看 經濟也不行 那油有可能又產生 所以形成了九月份 股債雙殺的一個現象 我們來看一下美元的部分來講 所以第一個你要觀察美元的值 因為匯率其實 有時候都會比股市來的快 快反應 所以美元的部分來講這個地方 你要看一下今年以來 其實基本上美元指數跟美股的部分 這個是標普 大概是呈現 所謂美元只要升 大概標普就是跌 大概美股 就是 互相關的一個關係 就是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可是過往不一定是這樣子 其實我強調 每個時間點不一樣 有時候 假如前幾年美元有可能升 那標普有可能漲 是因為 美元升的過程當中 假如當下是美國的經濟好 不是產生所謂的避險 不是說 資產的一個避險 資金的一個 現在是真的避險 就是說 所以現在只要美元強生 對其他國家的貨幣 或者是對全球的股市 肯定都是比較具備殺傷力的 所以 講說美元有一個微笑曲 對對對 人家講說 美元升值的時候 右半邊 可能是代表美國經濟非常強勢 所以吸引資產 投入到美國資產當中 但是呢 另外一邊的微笑理論 代表的是 市場上的避險情緒很濃厚 但我們只能說明一件事情 基本上 美元高速升值的時候 不是大漲就是大跌了 沒錯沒錯 那現在就是大跌的情況了 沒錯沒錯 因為現在說真的 你自己也知道 它是一個 所謂避險 因為大家真的都害怕 那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就是說 所以匯率是很重要的 那 講到這個地方 其實最近來講 比如說像歐元 像英鎊 韓文日元 等等這些 其實說真的 大概有央行出來干預的 基本上來講 最近都有稍微的升值 那只是說升值完之後 似乎又遇到了 美元的一個 上漲的壓力 它又有一點點 扁回來的現象 好 那我們看下一頁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一件事 就是說 我說我相信 因為現在全 除了美 美國其實應該也會稍微擔心 你說報我不擔心嗎 其實說真的 它也應該會 假如真的出現了金融危機 我相信它也很麻煩 因為它也沒辦法貨幣政策 它也沒有辦法財政政策 那它要怎麼辦 那另外一個來講的話 其實你看一下 就是說 你像日本 跟南韓 跟所謂的英國 或者是人民幣 或者是澳洲等等 意外偏割 僅升息的印碼 其實從這些央行的角度來看的話 似乎他們也 認為啦 就是說 他們也知道貨幣的貶值 對他們自己本身的國家 會產生 真的不小的風險 所以這些的央行才去進行所謂的干預好 那重點來了 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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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這些的央行 你要看 這些央行 假如稍微的可以干預成功 我覺得這個地方的一個集結完之後 確實 整個股市 會有短線上比較強談的一個機會 可是重點來了 萬一 真的萬一 萬一 他們干預真的不成功 因為是 因為這些的央行 他出來干預 假如真的還是不成功 你看到的是日圓持續的大扁 南韓 韓環真的持續的大扁 英鎊也持續的大扁 那我跟大家報告 投資人的信心肯定不要說崩潰 投資人的信心肯定會害怕 因為央行已經出來干預的狀況之下 你不讓這些貨幣真的走穩 甚至於出現震盪升值的走勢 我跟大家報告 市場會害怕的啦 就如同現在來講 你看一下 剛剛一開始的國安基金的護盤 護盤之後剛好timing點對 其實都不是他厲害 我都說剛好那時候美股也反彈 你知道嗎 然後台股就彈了1500點 然後說美股回來 然後等到真的破底的時候 你像現在好了 限空令也沒什麼用 就是說 大家對於政策的部分來講 你第一次出來 讓大家想要讓大家相信而出現的正向的循環 我覺得大家慢慢的會相信 可是重點來了 假如你推出了政策出來之後 那個底點又被跌破 換句話說就是像匯率的部分 真的那些都突破了貶值到高點 那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當然會害怕 變狼來了 對啊你會怕 你以後央行再想 你會說 我們先看一看好了 我們先不要 就你的心裡面就會害怕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在這個地方 因為指數的部分 說真的 這個地方的支撐 你看線型來講 這個有可能要看到月線或週線級了 有可能在12500點附近 因為之前有在這個地方有平台 或許有支撐 可是我覺得 你真的要看的 還是在匯率這一塊 或者是公在 我想這才是重要的 那另外的 我們來看下一頁的部分 好那另外一個現象就是說 其實大家會探討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以現在來講 到底市場是如何 就是大家的投資心態 到底是如何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法人的部分來講 其實你看最近的研究報告 尤其是外資 幾乎都是針對類股 個股幾乎都是調降的 很少調升的 不管是金融傳產電子 幾乎都是全面性的調降 所以法人 那你看外資也知道 那投信的部分 有可能是ETF 因為一般的投資人買等等 所以投信才出現 或者委外代操 的一個 政府的委外代操 所以投信才在買 不然基本上來講的話 法人基本上 也都是偏空 那另外一塊很重要的 你會說投資人到底是偏多 還是偏空 對不對 這個很重要 因為 我們不能憑感覺 有些東西 我覺得現在投資人就是看空 不能這樣子 我覺得我們要從一些的 可以量化的一些的指標 來跟大家報告 那美國常用的 就是AAI的一個投資人的一個信心指數 這個是美國散戶協會每週調查一次 他只問你一個問題 未來的六個月到底會漲還是平盤 還是下跌 讓你選擇 就這樣這麼簡單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 藍色線的部分來講 是看空的比例 其實現在看空的比例 其實跟08年的金融海啸 當時的幾乎最低點的時候 其實 大概接近了 那時候最 最左側藍色最高的時候 那是 大概2009年3月份的時候 就是 那時候只有一週的時間 然後就下來 那現在你來看一下 其實真的 大概就是09年以來的 幾乎次高的一個水準 所以 那看多的比例 是黃色的部分 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目前市場散戶 這個值得 其實大家真的沒在看多了 所以 你說到底悲不悲觀 其實散戶說真的 也蠻悲觀的啦 不過我們如果說 從散戶層面 或者從整個機構層面來看 市場已經顯著偏悲觀 而且不是普遍悲觀 對 悲觀到一個極端值了 這個時候股市就 反而沒有任何主體的跡象 反而還在持續破底當中 那我們要怎麼來觀察 這種我們所進行的周期投資 或者逆向投資 明明這個時候就該買進 可是我買進了 卻不斷的破底 而且市場的恐慌情緒 似乎也從來沒有回到 正面積極過 這種現象不是很奇怪嗎 我覺得有趣的一件事情 是我們看不管是CNN的貪欄指數 或者美銀AII的散戶投資人指標 或者美銀牛球指標 幾乎都已經可以顯示 還是從台北股市的融資源 都已經看得出來 大家就是偏空 大家手上都是現金 但是股市卻還在跌 那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 難道要跌到什麼樣的一個地步 我們才能夠從這些指標 看得出即將反轉的跡象嗎 要不然 這些指標難道在今年 完全全部失靈了嗎 尤其我們看到最近VIX 我比較有趣的事情是 所有指標都偏向空 但是如果我們以VIX 恐慌指數來看的話 感覺好像還距離08年 有非常長一段距離 那是什麼樣的一個角度 可以彰顯說 現在大家偏恐慌 偏恐懼 但是VIX卻沒有上升呢 是不是因為 最大的那個系統性風險 還沒有發酵呢 對沒錯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大家現在最擔心的 其實就是一個系統性的風險 就是說全球的金融風暴 這個是大家非常的擔心的 好 那非常的擔心過程當中 你可以看到幾乎全面性的 所有的指標 說真的 不要說非常非常悲觀 應該說 至少是很悲觀 對不對 那剛剛HowHow所提到的 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在FIS的部分 FIS你可以看到 08年大概來到80附近 對不對 就從上來 現在30 對 現在30 現在30跟80 那到底市場恐不恐懼 對不對 對好 那以這個來講的話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應該是這樣講 因為剛剛所提到一開始 機構法人現金很多 其實他也很保守 散戶現金也很多 其實他也很保守 那重點來了 就是大家都很保守的狀況之下 就是說我現在的 現貨的部位好了 其實是我覺得安全的 我自己覺得這個部位是安全的 所以問你怕不怕 對 很怕 可是 但是你虧很多嗎 也還好 對對對 就是比如說我只有持兩成好了 你如果這個盤會不會怕 我跟你講我很怕 可是為什麼還要持兩成 我會覺得萬一上來的時候怎麼辦 那我兩成的狀況之下 我還要需要避險 基本上應該不用吧 假如你1000萬的你持有兩成 並且這兩成我肯定覺得 因為你對未來還是保守還是 這兩成一定是你覺得 股票是很好 未來是不錯的 對不對 所以你會覺得 不然不要避 了不起就是 好啦 了不起我去避一下險 所以你看到 FIS有時候談起來好了 其實你這樣說真的 現在的FIS 你要叫他一天漲十幾%很難啊 了不起3% 5% 7% 8% 當天啊 就很多了 所以你看到 我想 FIS 它最重要的是這樣子啦 那 那相反的為什麼在比如說08年的新東海嘯等等 那時候會飆到80以上 最主要是因為那時候其實說真的 產生了系統性的風險 那那時候這些機構法人或投資人 其實說真的股票相對上來講還比較多 那你知道機構法人 假如他股票多 他不可能一天把股票全部倒完 不可能自己殺自己 我覺得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他一定反向要去買一些來做避險 避險完之後至少損失是比較減少的 我再來砍我的股票 對應之下 我的損失 整體的部位的損失會比較小 所以我想 大概是這樣的情形 所以 假如以現在來看 其實我覺得 除非FIS真的比較高 可是我覺得這個難度是有 所以 我的結論我是認為啦 要真的產生嚴重性的系統風險 這個相對上來講 我覺得短時間應該不至於 因為 各國央行出來 然後廢的 我相信你腳抱 他今天真的產生了系統性的風險 股市是熔斷的 連續像那個 那個20203月這樣熔斷熔斷 大家試想會發生什麼事 這個就嚴重啦 我覺得基本上來講 這個機會是不太大 所以你更相信現在是一個 不管是短期還是中長期 情緒恐慌的極端之 只要不爆發系統性風險的情況底下 幾乎就已經 本輪熊市的末跌斷了 對 那在這種角度以下就有趣了 以前 常跟投資朋友分享過這個 深水炸彈投資法 對 像Michael Berry 他就是覺得會崩盤 對 他就是慢慢的買VIX 慢慢的買在30塊 有一天飆到90塊 他就贏了 對 不過呢 這也要承擔他的時間風險了 好 那我們對照回來台北股市表現 恐慌是恐慌 恐懼是恐懼 而且還持續在破體當中 那我們要如何衡量 現在在10月份 下個月就要 九合一選舉了 然後美國的其中選舉也即將要到來 美國股市有可能在 選舉之前崩盤嗎 那如果我們對於第四季行情 第四季通常也是美國消費旺季 通常都會有不錯的 中期反彈的跡象出現 我們就先把它設定為反彈好了 先不說牛市什麼時候回來 第四季出現反彈的機率偏高嗎 現在的幾跌 幾跌是不是隱含著未來的空灘回補效果 會更為顯著 對 沒錯 我先講稍微長線一下的概念 其實你可以看到 你比如說像電子業來講的話 其實說真的 大部分人認為 小說我們就YOY的角度來看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今年很多電子業在第二季的營收 就衰退很大了 尤其IC設計 對不對 那你試想一個問題 這是數學的邏輯問題 所以明年YOY基本上來講在第二季要成長的機會是很大 因為經過了這幾季的一個庫存調整 機期下滑 對 沒錯 所以理論上明年的第一季 應該是在營收的表現 YOY的角度來看 應該是落底的一個階段 那假如大家都知道 營收有可能在明年第一季落底 明年第二季的YOY開始上來 那其實股價又領先基本面至少有一季 所以這樣的回推 就是說第一季基本面落底 那理論上應該第四季 對不對 早一點有可能第四季 晚一點應該是明年的一二月吧 對不對 同季好了 應該就會出現真的很像樣的一個反彈 那我們再就籌碼面的角度 那大家試想 就是說現在為什麼這一段其實說真的跌幅蠻重 那這個是前幾天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先講籌碼面的部分 其實融資的部分 但是幾乎還是呈現遞減的現象 融券的部分來講 其實還是呈現遞增的現象 也就是說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一波跟上一波有雷同的狀況 就第二行的部分 是融資的部分遞減 這一次也一樣 融券在殺下來的過程當中遞增 那這一次也一樣 那之前來講 其實那個是 第一個來講的話 是融資維持率的部分 融資維持率的部分來講 其實到上禮拜 融資的維持率比前幾天還來得高 就是說它有一點點類似上一次一樣 上一次的融資的維持率的最低點 並不是股市的低點 而這一次融資的 當然今天破底 那我的意思說 理論上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地方 就籌碼面的角度 似乎有一點點 比較恐慌的一個比較沒跌的 就短波段而言 確實 那另外一個 我要跟大家報告 大家當然關心 所謂的美國的企業財報 那從過往的經驗來看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美國的企業財報的部分來講 其實像9月份 除了大家的認為金融海嘯會怕 金融的系統的進的風險 除了全球的景氣的衰退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企業財報 因為在最近來講 美國的分析師肯定對 上一季的企業財報都進行下修 一般的都是這樣子 下修好來 重點來了 當你下修的過程當中 其實很容易就過去的經驗 你之後自己看下去 S&P500公佈的這500成分股當中 其實很容易超過6成 是優於市場的預期 就是它下修完之後 反而容易 比市場預期的來得好 那只是說展望的部分 這個就難講 沒有蹲就不會跳起來 對 沒錯 你就是下修嘛 你讓它修到之後 我覺得 其實基本上來講 上一季的都會比較 那只是說為了展望 當然大家都還是會 稍微的謹慎保守等等 可是 假如有比較重量級的公司 就是持平對未來展望 不要那麼的悲觀 我覺得其實跌生之後 真的會醞釀反彈的一個契機 那另外一個 我們從一些的 一些的券商 外資的券商 來跟大家進行說明 其實大摩 是在去年當中非常看空的 幾乎都看空 他自己也承認 台積電500塊 對 沒錯 那時候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去年真的看空 他自己都到最後說 其實他真的看錯台股了 那看空了這麼久之後 他終於也翻多了 你看右邊上角那一個 大摩列出了五項理由 看好台股 明年的目標價16500塊 這個是中性的 樂觀的部分 他有可能認為大概19000塊 附近的一個水準 好 那下一頁 我們來看一下 一個那麼悲觀的人 從去年大家大部分都看多 結果 他看空 那結果現在大部分都看空 結果他反而看油空 轉回多好 你看幾項 第一個 他認為半導體的循環等等 我想 我們來講一個 你自己看一下 那我跟大家講一個邏輯 就像剛剛所提到的 你比如說像面板 他也從賣出調整到比較中性等等 所以大家有沒有看到 面板其實是在整個電子產業當中 從去年下半年就開始清庫存了 結果清到現在來講的話 面板的報價 電視的面板的部分 其實大部分都止跌 甚至於有的尺寸 比較小尺寸像32尺寸 那個在10月下旬 已經都開始反彈 所以大家有沒有看到 友達 彩晶 群創等等 這些股票 也慢慢的出現了反彈的一個格局 當然我要跟大家講的意思 就是說不是叫你們去買這些 而是說 產業的修正本來就是如此 越早修正了 它的庫存輕的理論上會越快 所以當面板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 現在大家有些人對記憶體 當然記憶體現在還是多空看法 還是分析 不過記憶體也算早修正的 你比如說像被動元件等等 這些也都是算很早修正 照你這個邏輯 那網通也太晚了吧 對 沒錯 工業電腦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都在補碟 有沒有 那你像大家看好的IP 對不對 當然這個有中美科技站等等 利空我們先不提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電子股現在有一個現象 就是 股價高的漲多的現在在補跌 那為什麼會補跌 其實我跟大家說有邏輯性的 因為 不覆巢之下五丸卵嘛 怎麼可能對不對 我 我其他的都修正了 然後你都不修正 不太可能有這種產業 就像電動車很多的也在修正 大家都講好來 那講到最後一個重點 我們再看下一頁的部分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的 大盤跟台積電的關係 很多人都說台積電跟大盤 我看到確實 因為台積電現在占的比重太大了 占台股 所以只要台積電它可以走穩 我相信大盤的底部就見到了 那台積電什麼時候可以走穩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第一個來講的話 以目前來講 因為外資的部分 陸續應該還是會出報告下修 對於明年的漲望的部分 我相信EPS或者是營收 有可能還是會在下修 那重點來了 大家也知道台積電 有可能明年會漲價 對不對 那漲價的幅度 當然多少不知道 可是台積電是半導體當中 或者是說電子股當中 其實它是最後落底的 所以假如台積電 真的股價也落底了 那這個大盤就穩了 那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那有些人會覺得台積電 假如不落底 那其他的股票會不會漲 我跟大家報告 會 因為它不一定是正相關 你比如台積電 跟左下角的面板的部分 其實它的關聯性 真的沒有那麼大 你像台積電在漲 它也沒在漲 不一定 那跟IC設計 稍微關聯性比較大 那跟記憶體的部分 其實關聯性也不那麼大 所以我覺得 大家在操作上來講的話 當然控制好持股比重 這個地方 我覺得慢慢買一些 直優的股票 基本上來講是OK的 但是要是買先跌的 有補跌的就要避開了 沒錯 所以本週四就是台積電第三季法說會 這個時候就特別重要了 沒錯 它能不能把它的利空 或者展望能夠有所下修 才會符合台北股市 來一個利空進出 短期內反彈的跡象 當然第四季會不會再調降 那不一定 但是至少第三季 越早釋放這樣的利空 是越好的 那我們最後再跟王老師請教一下 我們看到台北股市 也是從今年元月份跌到現在 其實剛開始跌市 還不像是美國股市這麼重 但是過去兩個月的跌市 是有開始加快的一個疑慮 但是其實也看得出來 屬於這種內資融資部分 人財人的跡象 畢竟本坡的下沙 其實外資賣得不像六七月份這麼重 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其實清理抽 是有一個比較好的幫助的 那短期的乖離 或者說從市場上的情緒指標來看的話 都可能來到一個中長期的低點水位 所以反而從左側投資的角度 我們是可以稍微參考一下大摩的想法 大摩這兩年好像突然變價值投資者了 就人家看多他就看空 現在大家都看空 他好像有點轉多了 所以反而在情緒層面 可以來做一些資金的部件 至少從中長期的步調 慢慢的展開自己的部位 那最後問一下 如果我就是鐵了心 認為台北股市 當前就是要有明顯的補跌 包括台美利差的擴大 這個時候我是不是反而要特別小心 你看萬四的時候 國安基金來了 萬三的時候限空令來了 但是進空令 也就是平盤以下不准放空 這項訊息還沒有釋出 我們是不是如果是做空者 要隨時以防這種短期內政府拉抬政策 所形成的空單的擴空行情 是這樣子嗎 對 沒錯 我想當然現在來講 我相信叫大家做多 說真的大家真的會怕 說真的啦 那放空反而是相對上來講比較簡單 因為你現在看現在的情緒大概就知道 看現在的盤面你也應該知道 就是說放空真的比較好賺 一空好像今天沒跌明天沒跌 至少之後就會跌 有談所有均線都是壓力 對 全部都壓力 所以我覺得看空的人 其實在這一段今年以來 大部分來講真的獲利應該都不錯啦 那不過我覺得 其實股票市場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有時候真的是見好要做收啦 就是說這個地方當然 你比如說像繳進空令出來好了 對股市來講會不會反彈 我相信有可能一天兩天的效果而已 那那個要看整體的氣氛到底是如何 就是說因為政策面的部分 其實大概就是 你還是要觀察國際股市的部分 那個心裡的情緒真的一兩天而已 那當然進空令出來 我相信成交量也會縮小 所以大家假如看空的 又會講啊 彈起來價量又背離 反正現在要看空了 我跟大家報告 真的很多啦 其實你要在這個地方 你要去講多難度太高了 你知道嗎 當然 只有你例外 所以我們一直強調的 就是說在很悲觀 就是說這個地方真的是很悲觀 那很悲觀 當然我們不是叫大家all in 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持股比重 就是說就像我講 你現在可以兩成三成 你可以限股買進 我覺得慢慢的去接 基本上來講應該會有不錯的一個收穫 因為股票不可能天天底啦 那另外一個 其實你就像一開始說 那些各國的央行的干預 你覺得這些真的會是白癡嗎 他不知道萬一干預不成 會形成反效果嗎 對不對 我覺得 基本上來講 所以 我只是認為就是說 在非常悲觀的時候 還是給大家 一點點信心 對 一點點信心 不是要你現在all in 不是喔 一些些的信心 大家對持股上來講 股票市場長長長久久啦 那現在其實就是 讓你少量去逢低做買進 我覺得找一些直優的股票 相對上來講 應該沒什麼太多問題 這個趙薇老師就是在黑暗當中的一盞明燈啦 希望大家可以點起大家的信心 但同時也注意到 短線上是不是有一些乖離拉大 但是呢 我們在持股分批上 還是可以去槓桿 短線貨這樣的一個行為 其實在多頭市場 空頭市場都一樣啦 多頭市場所有消息都是利空 都是利多啦 空頭市場喔 再好的消息 它都是利空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能不能撇開這些訊息的好壞 單純從激起 從情緒的角度來判斷 到底現在這個點位 到底從中長期來看 是不是適合部件的時機呢 當然投資朋友更多的想法 也歡迎各位 可以加入趙薇老師的Lineat 裡頭除了有宏觀的訊息 產業的變化 以及個股的研究 提供給觀眾朋友做一些參考和借鏡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 謝謝訂閱我們頻道 按讚加分享 我們就下一集 太古達人9再次見 感謝趙老師 感謝各位 謝謝